欢迎光临十二日 带您关注那些有流量却没声量的去资讯 用十分钟的零碎时间一起跟上这个永远跟不上的世界 一位同时拥有英国和伊朗国籍的前伊朗官员 在伊朗被判了死刑 因为他在当英国的间谍 这个人之前当过伊朗的副国防部长 还是伊朗的策略研究中心主任 还曾是当年协助执行联合国计划 结束两一战争的军方组织成员 法院的文件中显示 有明确的证据指出他在英国当间谍 所以在经过律师的努力和公厅会举办以后 最后还是被判处死刑 英国政府呼吁伊朗停止执行死刑并解放他 英国外交部表示伊朗必须要立即停止处决 这位英国伊朗双重国籍的人 并立即解放他的原因是 他们认为这只是伊朗作为一个野蛮的国家 为了政治目的所做的行动 而这完全不把人的生命当一回事 英国外交发言人说 他们一直在协助当事人的家人 也多次的向伊朗政府提起这个案件 一直重新申请要解放他的要求 但是伊朗一直是全世界最常执行死刑的一个国家 在2021年伊朗总共执行了314个人的死刑 相比前年整整高出了20% 很多人都是因为毒品相关的犯罪而被处死 但其实外国的评论家都认为 先别说执行死刑 会有那么多人会判处死刑 就是因为他们虚假偏颇的法院裁决 一场车祸竟然带走了5个人的生命 并导致另外13个人受伤 在广州的一个十字路口 一台车加速冲进的行人当中 社群上面疯狂传播的影片当中 可以看到一台黑色的BMW休旅车 在非常繁忙拥挤的商业区路口 直接故意冲过两个斑马线的行人 另外一个影片当中也可以看到 那个驾驶人在冲撞完以后 把车停在路边 往外丢了很多的现金出去 地方政府表示警察控制了那位22岁的年轻人 据查他是来自于广东省 其他调查还在进行当中 这起事件发生在下班最繁忙的5点25分 有超多摩托车汽车行人在路上走动的一个时间点 警察和医护人员紧急到场支援稳定现场 一个目击者跟媒体说 那辆车完全没有要停止的意思 就故意冲向路口的行人 不过尽管这起事件非常轰动 在官媒上还是没有登上热门的主题 根据国际美容整形协会发表的新数率显示 抽脂已经超越冲入手术 成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整形手术了 现在越来越多人担心植入物会致癌 所以比起装东西进去 干脆选择抽东西出来 抽脂的过程是要用吸的方式 把多余的体脂肪给移除 现在抽脂手术占了全世界整形手术的14.8% 而同时龙乳手术掉到了13% 全世界的整形医学大流行 也可能是影响这个受欢迎项目改变的原因之一 2021年全世界总共执行了3000万次的手术 堪非手术的医美疗程 跟前一年2020年比起来 足足涨了19.3% 整形产业不只是从真正两年的疫情当中复苏 因为现在的成绩已经远远的超越疫情之前 从2017年到2021年 整形手术的数量成长了33% 非手术的医美疗程包含了最受欢迎的肉毒杆菌 更是在这个期间成长了54% 在所有整形业整体大幅成长的情况下 龙胸手术在过去四年的成长却只有0.5% 现在似乎很多人担心龙胸手术的植入物 会导致渐变性大细胞淋巴流 乳房植入物通常是会放在乳房组织的后面 或者是胸部的肌肉下方 但是随着时间过去 有可能会在植入物的周围发现这种淋巴流 算是一种免疫系统的癌症 意大利的整形医生就发现 甚至突然因为这样很多人跑来 要求把当初花大钱龙胸放进去的植入物取出来 这个取出龙胸植入物的手术 在过去四年更是成长了50% 从FDA发表跟龙胸跟渐变性大细胞淋巴流 有关的报告出来以后 很多其他的研究也都指向同一个结果 于是赶去龙胸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但是在亚洲地区似乎发生龙胸植入物病变的状况极少 于是有人也推测这个可能是跟人种有关系 在意大利很多人开始对素生更有兴趣 这也是为什么抽脂突然变得很热门 2021年全世界执行了190万次的抽脂疗程 比前一年增加了整整25% 2021年还有其他很受欢迎的项目 像是龙鼻手术跟腹部整形 第三流行的则是双眼皮手术 而且出乎意料的竟然是以男生居多 报告中还指出提臀是目前成长速度最快的一项手术 从2020年到现在提臀成长了53% 至于打玻尿酸来填充脸部的数量也成长了30% 在过去几年来 美国一直都是全世界拥有最多整形外科医生的国家 美国大约有7000多位的整形外科医生 这7000多个医生就做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整形手术 第二名则是巴西和日本各自占了全世界的8.9%到5.7%的整形手术 土耳其、哥伦比亚、墨西哥和泰国则是最多人喜欢去那里整形的国家 国际美容整形协会总共代表了5600位 来自117个不同国家的整形外科医生 这些数据是从超过1000个整形医生那边获得的资料 不过这个报告只有包含有经过认证的外科医生 但是根据美国统计其实有超多不是整形外科医生的人 正在帮大家做整形手术 所以实际的数量应该远远超过这些 网球明星大阪直美今年25岁 惊喜地向大家宣布了他怀孕的消息 还在社群媒体上贴出了一张超音波的图片 他说自认为自己在过去的几年都过得非常的有趣而充实 就是那些人生中最有挑战性的时刻 让他觉得是最好玩的 大阪直美是拿过四次大杯赛冠军的厉害选手 他说这几个月以来没有碰网球的时间 反而让他对他人生一直致力于比赛这件事情 产生一种新的爱和感谢 他现在怀孕了之后 预计会在2024年的时候回归网球场 在他已经得过两次冠军的澳洲网球公开赛出场 他说他知道他未来有很多很多值得期待的事情在等着他 其中一件事情就是他希望他的女儿 可以在他网球比赛的时候 坐在观众席看他表演 还能跟其他人炫耀说 球场上在打球的就是自己的妈妈 这次从今年的澳洲网球公开赛退出的消息才刚刚公布 实际上大阪梓梅从去年9月在日本东京的太平洋公开赛后 就没有再出场过 他2021年8月的时候公开表示 他的精神状况不太稳定 可能需要休息 压力很大也比较情绪化 所以后来就从法国网球公开赛当中退出 并表示他自从2018年第一次得了大比赛的冠军以后 就一直受到忧郁症所苦 今年这次他表示他不觉得人生有什么完美的道路 但是他觉得带着好的目标 往前进入下一个阶段总是好的 也许最终呢就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 今天的沙鱼就到这边结束了 再次感谢订阅赞助的会员 ZZZ ELEFLEEN 黑米丹毛毛 K JAYDEN JAYDEN JAYS SAN JAYDEN ZHELL IAN 就希望其他的预言 支持下一个创作的朋友 可以在下方找到Patreon的链接 有不同的会员等级 还有不同的副例 大家参考 如果喜欢下一个节目的话呢 可以多多把它分享出去 或是在播播cast 帮我留心心写下评论 对节目的成长还有帮助 那有时间的话 也欢迎收听我的另外两个podcast 其中一个是女友的纯粹不理性批判 没有时间更长的主题性内容 另外的话是听说动物 当然就跟大家分享动物的知识 就希望下雨可以在每周24 跟大家相见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